欢迎大家来到十方教育导演课程 本节课学习的知识点继续是单反相机的曝光模式的选择 ISO ISO是相对感光度 转动主播盘能够改变数值 拍摄画面时 对于画面的亮度的控制 当场景的光度越低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光线进入到相机才能达到准确的曝光 而ISO设置高以后 我们只需要设置较小的光线能够满足曝光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使用100到400的ISO 在阴天或黄昏的时候 使用400到1600的ISO 在黑暗的室内或夜景使用1600到12800的ISO 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只要环境光线足够 我们都应该使用较低的ISO ISO数值越低会让我们的画面质感更好 如果ISO数值太高会导致拍摄焰景很多的噪点 闪光补偿 闪光补偿是转动辅波盘能够改变数值 正值是增加曝光量 负值是减少曝光量 曝光模式的选择 这个曝光模式选择需要结合光圈快门的理解 才能够把它学透 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详细的讲讲 快门光圈和各种曝光模式参数的运用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光圈 光圈是透过一个镜头用来控制光线 进入机身内的感光面的光亮的装置 镜头并不是说它前方的开口有多大 就意味着它能够有多大的能力来见光 控制镜头的感光量是取决于镜头内部的G片叶片 它们能够将开口开多大 光线进入就有多大 另外一个重要的规律是 光圈的数值越小 进光量就越多 也就是进光量越大 光圈的数值越大 进光量就越小 也就是进光量越小 光圈是可以扩大缩小 约束进光口径的装置 那么这个装置在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张图上 这个装置就非常非常的像 我们在图上看到一个生理的一个结构 同样是一只猫 它的眼睛有所不同 左边的猫的眼睛 我们能够看到眼球里面 那个黑色的点呈现为一条线形的结构 而右边的猫眼里面黑点呈现一个圆形的结构 左边的黑点较小 右边的黑点较大 猫的瞳孔就和光圈几乎是一个装置 它们同样可以放大缩小 当猫的眼睛瞳孔成为一条线或者很小的时候 一般在中午晴天的室外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猫的眼睛张得就特别大 那什么是曝光呢 是指拍摄过程中进入镜头照射在感光元件上的光亮 由光圈快门感光度的组合来进行控制 其实曝光就是光线通过镜头照射到感光媒体上产生了图像 这个过程就叫做曝光 曝光是受到感光媒体的感光度和快门这两个设备共同影响的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快门的概念 我们来看一套力图 同样拍摄同一个位置 拍摄同一个景别 不同的是使用不同的快门的速度 使用了相同的光圈和感光度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1.3SEC是指1.3秒的快门速度 这个曝光是指曝光的时间 相机打开快门照射到感光媒体上的时间 1.3秒的时候画面较暗 我们称为曝光不足 2.5秒的时候画面亮度有所提升 4.8.15秒的时候都依次增加了快门的时间 使画面变得更亮 快门的作用是控制相机的进光 控制了进光的过程就可以控制曝光的强度 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下 光圈是通过镜头的开口大小来调节光亮的 快门是通过进光的时间来调节光亮的 它们两个一起控制了进入感光媒介亮度的多少 从而决定了曝光 快门还控制着画面的模糊程度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两张图 快门使用的不同 会导致左边的画面更加清晰 右边的画面模糊 左边使用了1125分之1 这个快门开启很快 右边使用了120分之1 这个快门的开启很慢 因为快门慢了 所以导致画面模糊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抖了 画面就模糊了 那我们现在来说说抖了画面就模糊的原因 其实原因就在于快门很慢 导致它的成像也很慢 感光媒介在写入画面的时候就会慢 感光媒介因为慢 所以记录了画面运动的轨迹过程 而画面运动的轨迹重叠 就会产生了护的效果 同样的场景进行拍摄 可以使用不同的快门 得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 同样的场景可以使用不同的快门速度 但是光圈要设置的不同 在速度更快的快门拍摄下 画面会拍摄得更加清晰 在速度更慢的快门拍摄下 拍摄的画面就会模糊 那么同样的场景 用不同的光圈拍摄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看看在大光圈和小光圈下 拍摄画面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 当光圈的数值增大 画面中清晰的范围就变大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一个新的概念 在画面中清晰和模糊的范围 这个就称之为叫近深 那什么是近深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在拍摄一段视频或者照片时 在纵向清晰的深度或范围 光圈越大 景深就会越小 背景就虚得更加明显 这种就称之为小近深的效果 光圈越小 近深就会越大 背景就显得更加清晰 通过大光圈 就能够实现背景的模糊 让清晰的范围变得缩小 可以创作出非常有意思的视觉效果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几组效果 画面的主题很清晰 背景很模糊 使用大光圈可以创作出 虚实对比非常强烈的效果 那这种拍摄的技巧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说在拍摄场景的时候 场景非常的杂乱 使用虚实结合的方式 就可以让画面的主体更加的突出 让整个画面变得更加的干净 这个呢 我们在摄影里面称之为叫 进化构图的效果 那光圈快门对于我们拍摄 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列出一个表格 也就是不同的光圈和不同的快门 它的层级的变化 这个用不同快门对于不同的光圈 这种拍摄技巧 称之为叫导移率 开启较大的光圈 要比缩放较小的光圈 能够让较多的光线通过镜头到达胶片 较低的快门速度 要比较高的快门速度 能让光线较长时间的停留在我们的胶片上 由此可以演变为以下情况 光圈F1.8与快门速度 五百分之一秒进行结合 和光圈F4与快门速度 一百分之一秒进行结合 所获得的曝光效果是一样的 这就叫做 等量曝光 在这里我们说说 加人相机和离康相机的 算盘的含义 在加人相机上 AV代表的是光圈优先模式 在离康相机上 A代表了光圈优先模式 在加人相机上 TV代表了快门优先模式 在离康相机上 S代表了快门优先模式 那光圈优先模式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光圈的优先 是手动定义光圈的大小 然后利用相机的测光 获取相应的快门值 由于光圈的大小 直接影响着近身 因此在平常拍摄中 此模式使用最为广泛 我们这节课 一直在梳理光圈快门 其实这节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 我们这两个参数共同控制着近身 而近身呢 直接影响着我们画面的美观程度 而近身的大小程度 完全由光圈来控制 我们将在下节课 具体给大家来讲解近身的概念 最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知识点的总结 大家可以截屏保存知识卡笔记 当你学会了我们今天的课程以后 我们就会拍摄一些小景城的照片 作为练习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此结束 谢谢大家 教育不是灌水 而是点火 死方教育